再来看到慈祭志工走进金门监狱 举办每个月一次的读书会活动 而这一次的主题就是 吉祥月报恩孝亲的人物故事分享 吉祥月该说好好洗滴心灵的时候 这场祈福活动就办在金门监狱 为了跟吉祥月贴合主题定位孝亲 台上这位分享者是高雄的慈祭之工黄明朝 虽然事业有成 但小时候跟父亲不和也曾年少轻狂 拿自己的人生诡计来劝说 果然说到不少更生人心恳力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欺负会让更生人了解 原来社会对他们从未放弃期待 只要让心中的高墙倒下 回到珍贵何时都不嫌晚 大海新闻 曾善美志工 陈淑林 林群杰 黄耀廷 金门报导 台下